我们这执行教验 执行教验可能用到一个方法 甚至是一个工具 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到这个NPM官网上 我们搜一个工具叫做AJV 它的意思就是Another G-SCHEMMA validator 另外一个G-SCHEMMA的教验 这个你看下来量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它用的比较广泛 这个安装完之后怎么用呢 就是特别简单 我们往下翻 翻到一个这样 AJV.validator 然后SCHEMMA SCHEMMA这个东西就是我们 自己定义的这个SCHEMMA的规则 然后DATA就是我们将要教验的 一个数据信息 然后它进行完这个之后 去返回一个结果 比如说这个结果 如果是没有通过 那直接我们打一个错误就行了 如果没有执行这个AF就通过了 然后就直接往下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种方法 来做一个教验就完了 然后这个教验方法呢 我们不能直接在这写 在这写的因为教验方法 我们能够统一一下 因为这个教验啊 它这儿是教验用户的吧 我们可能还教验别的 所以教验用户的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和用户相关的 这个教验规则写在这就行了 那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再新建一个叫做validate的一个方法 就是做一个统一的一个教验动作 就是 这份Skima 教验 验证也行 绝对也行 只要是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OK 我们还得安卓这个东西对吧 ajv嘛 好 科验台里面 npm iajv 杠杠 seave 保存一下 然后 头里我还需要把这个淘宝的印象给考上 每次都考上 就挺麻烦的 没办法 我家这个网上 直接安装会有问题 好 稍微等一下 应该非常快啊 OK 按完之后 我们看packager.jc里面 应该有了 ajv对吧 好 那我们就在那儿去引用这个叫ajv 然后 require ajv 然后我们再给它出的话一个实例 不是newajv 好 就有实例了对吧 有实例之后我们就可以执行教验了 我们这儿说出的肯定是一个方法 对吧 我们就叫validate吧 这个方法 第一个参数就是Skima 就是我们要教验的 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Skima 这个规则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data 就是要教验的数据 模拟值 比如说个空对象 在一般是教验的对象 一个数字啊 一个字无数 那就没必要去做这么复杂的教验了 然后注释 要不要忘了写上 object 就是object 寸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是object 代教验的数据 然后这个函数的描述是 JsenseSchema交易 OK 按照我们刚才看的文档 其实它比较简单 就是valid分成ajv.validate 这个方法 然后第一个参数是schema 第二个参数是data 然后if 如果这个valid 就是如果没有通过 然后我们就return这个ajv.arrows arrows这个数组 就是它会输出很多错误 我们这要输出返回 输出第一条就可以了 因为默认情况下 它这个地方可以传一个叫什么 叫all arrows等于true all arrows它默认是个false 我们可以传个true 它就是输出所有的错误 就是因为你是做教验 你有很多规则对吧 你有很多规则 它一次教验的时候 它可能会 有可能会因为一个地方不通过 而没通过 也有可能因为很多地方 不通过而不通过 所以说它教验的时候 它可以去允许教验所有的错误 或者说教验一个错误 就一个错误不通过 那就算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先不写 不写这个配置 这样的话 它比较慢 对吧 你想想 比如说我们既然是要 做一个教验 我们就没必要说 当然看你自己的业务场景 在我这儿 我觉得没必要 把所有的信息 全部输入出来 对吧 因为这样会比较慢 你想想你 如果找到一个错误 你就返回 这样会很快对吧 如果找到一个错误 还不散伙 还要把所有的错误 全部找出来 之后再返回 这样会比较慢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就找一个错误 就拉倒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数组 因为Aros是个数组 所以说我们就 返回数组的第一项就可以了 就是第一项 就是我们这个数组的 这个第一个错误 OK 返回就可以了 Expose 就是这个validate 这样直接去返回就可以了 OK 如果走了if就return了 如果没有走if 那就return undefined 对吧 这么逻辑就行了 然后有了这个逻辑之后 我们这里面 这个user 执行交易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了 对吧 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我们肯定得在上面 把我们刚才进行 那个函数引过来 validate 复制成 require 直接把这个引过来 对吧 它是个内部的函数 所以说我们 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 把它加个下滑线 然后这个地方加个下滑线 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晰了 它是个内部的函数 然后我们也执行一个 教验 这儿写一个function 叫user validate 就执行user的教验 然后输入一个data 也可以加个manage 然后return validate 然后scammer是什么 scammer就是刚才这个scammer 这个长量我们可以 把它写成一个叫 那个大写 这样的话 看来会比较清楚一些 就是个长量 然后scammer是这个 然后data就是 我们输入的这个 直接返回就行 然后这怎么执行呢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这个 这么执行的 你用了这么一个酷 这么执行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教验 然后注释我们也好好写一下 用户数据 对吧 然后教验用户数据格式 好 model.xhouse 富士称 什么 user validate OK 大家看 这里面一共两个文件 validate里面一共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一个公共的方法 或者说内部的方法 它是用过这个AJV 这个工具来去做这个 schema的教验 对吧 schema是我们传进去的 然后data也是我们传进去的 我们接收什么样的schema 接收什么样的data 然后它只是负责做一个 执行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然后返回一个对错就行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个user.js 它里面首先定义了这个 用户相关的这个schema的规则 然后呢 又定义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直接去引用 这个的计算能力 然后去最后返回这个输入的这个数据 就输入的用户信息 是不是能真正的符合 我们上面这个schema的交验 OK 这是我们经营的这个交验的能力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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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猫岛 OK 没有改别的就行 我们看一下 我担心改错了别的东西 应该没有改 就是加了这么一个文件夹 别的东西没有改 只是按了一个 AJV的插件而已 对吧 好 这样就放心了 这多说一句 就是我这刚才不是很放心 说怕改别的东西 那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我们每次做一个 做完一个功能之后 我们都会把这个 Gate给它 Commit一下 就提交一下 对吧 提交一下之后 我们当前的这个修改 就已经被提交 就清空了 然后我们再做下个功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确保 这所有的改动都是当前这个功能的改动 没有上一个功能的改动 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判断 你是不是哪个地方误改了 或者说怎么着 对吧 就比较清晰 OK 那有了这个判断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到我们这个路由里面来 去把这个东西给加上 因为我们按照模型那边来 这个路由里面再加教验 对吧 然后打开路由 打开API 然后教验肯定要在注册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说从这儿呢 我们按照靠2的这个规则呢 路由里面其实也是 这是一个中间键 类似于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一下定义两个中间键 就是先按照顺序来执行 Sync CTX Next 就是我们在注册的时候 先定义这么一个中间键 先去执行这个 然后再去执行这个 对吧 再去执行这个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它其实就是一个校验 对我们先把校验执行完了之后 再去执行出此这个动作 对吧 那校验该怎么做呢 校验其实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 刚才定义的这个 user 四几年的这个 user validate 这个东西给它引过来 在这个 validate里边 好在这 是吧 把它引过来 然后在这去执行这个 然后它的schema是什么呢 它schema是不用传的 对吧 schema它本身就是 用的它 你们定义的这个 它只需要传一个data就行了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 把鼠标一放 它就知道了 知道这个 只需要传一个data就行了 这个data是什么 data其实就是这个 ctx.request.body 对不对 就这个这个 好大家看 其实我们之前 执行注册的时候 这块执行注册的时候 我们从这 这个body里边去获取了 这个user 和真的 我们交验的时候 不就交验的这些东西吗 对吧 所以说我们直接 从这里边去取 就直接去交验 这个request 这个body 就是直接交验 这个post过来的数据 就可以了 先交验 再注册 然后这个地方 如果成功了 那我们就直接执行 这个next 对吧 这是中间线的规则 对吧 然后如果不成功 那就直接返回一个错误 对吧 但这样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 注册路由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一个交验 对吧 用户信息的交验 那比如说我们写完之后 有很大一头代码 那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地方 也用到用户信息的交验 比如说我们在 修改用户信息的时候 对吧 修改用户信息的时候 也需要交验一下吧 因为你修改乱了 怎么办 那就涉及到一个 重用的问题 一旦涉及到重用的问题 那问题又来了 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个 这块逻辑抽离出来 到一个中间建筑 所以说 抽离完之后 抽离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用的时候 就引用过来 我们接下来的功能 再用的时候 我们再去引用 这样的话就比较合理一些 对吧 如果是我们照片写完之后 下个地方再用的时候 我们直接拷贝过去 再码一拷贝 这就出问题了 对吧 那改的时候就一块改 我们的代码是最怕拷贝的 复制战身 复制战身 就是这样时间长 扫完出问题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需要怎么 就需要把这个逻辑 给它处理到一个中间建筑 然后让它 让这儿去引用就可以了